昨天那個駁回到桃苑的新聞稿 也寫得蠻清楚 就是檢方跟院方的不同意見 基本上就是認為 他的實質影響力還在 所以還是有創供的風險 然後認為過去曾經有大咖的 企業家逃亡 所以即使鄭文燦剛從日本回來 也不足以採信說他不會再逃亡 其實最主要就是創供 逃亡 有實質影響力 這兩個方面的不同理解 那廣義講就是他採取實質影響力 而不是職務影響力 就是說這個本來就是一個辯論 那院方如果用職務影響力 就是說他已經離職了 那基本上已經沒有權位 那你同理也可以說蔡英文 現在沒有影響力 你認為呢 怎麼可能 對啊 不是吧 所以我覺得這個 因為他的方式就是 桃園地院就不斷換法官嘛 對不對 檢方還是同樣 這個主檢跟那個陳嘉義 因為陳嘉義是樹攤組的 然後主任檢察官慶政出馬 所以檢方人都沒有變 然後辯方的律師也一直沒有變 蔡英文現在請了三個律師 也都蠻優秀的 所以就是律師跟檢方 事實上都是講一樣的話 那就看那個法官怎麼定 就是這樣嘛 那已經換過兩個法官了嘛 那都是 都是腳保 那現在就第三個 這個坦白講會在桃園地方法院找不到 賴清德可以運作的法官 我實在難以相信 所以這也是我要問 這個林濤可能比較熟 這怎麼那麼厲害 對啊 鄭文燦實力太驚人 對 他現在這個檢院大鬥法 但是我剛才看到鄭文燦走入地院 今天的桃園的現場 他的臉色是很嚴肅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縱使他有桃園的誰不知道 就是說好像在採用 鄭文燦立場的見解 可是因為高院已經直接講了 檢察官提到的 潛在相關人及串鉤的可能 他是直接點名就有嘛 對 所以下午就像亮哥講 可是高院不要自己判 對 高院不想自己判就是地院 因為高院自己判就很明顯就是說 你是代表盛上的意思嗎 雖然是 但也不能講 沒有啦 高院我覺得他是很尊重 整個的院檢的法律的見解 可是現在一個關鍵 如果高院點出有潛在的 相關人及串鉤的可能 那麼今天下午的四個小時的 積壓庭裡面 我們的地檢 桃檢 他可能就會丟出新的 潛在的相關人士 因為這是一個 就是我們提新的市政嘛 那過去還講說兩個可能性 是華亞農地案的其他關係人 因為這個關係人 昨天大家已經討論很多 總統的變遷都出 總統府變遷出現了 然後行政院的變遷出現了 我必須講一件事情 你用五百萬打通鄭文燦 你要用多少代價打通 拿到這個總統府的變遷 跟行政院的變遷 我就講代價就好 我不要講什麼實際的 代價 這個代價是誰 然後是誰來處理這些代價 我覺得這是很關鍵的 所以我覺得桃檢下午是兩個層次 第一個 華亞的土地案的農地案 有沒有其他相關人士 桃檢要拿出證據來 第二個是其他的土地案 觀音 巴德 大園 跟我們講的親譜 甚至是親譜 然後歸山這些案子 有沒有新的市政 是他認為鄭文燦可能會創鉤的 所以我覺得下午的這個 院檢大鬥法 真的要好好的注意 為什麼 因為過去三進不知道會刪出的 整個的鬥法的過程中 我認為牽涉兩個 新潮流自己在內鬥 你內鬥人民不關心嘛 但是你的內鬥延伸到司法的 我們講的各有立場的狀況之下 這會傷害到人民對司法正義實踐的信心 所以我覺得下午真的不好看 因為只有兩種可能 不好看 是不好說還不好看 真的不好看 為什麼 因為只有兩種可能 那不是廢話嗎 不是 亮哥 你說的是出貨壓嘛 但我講的是更細節的可能 因為你如果是放的話 唯一只一千兩百萬 那我覺得他的傷害比較小 可是如果你放 可是把這個保機 已經再往上爬 那對他真的是好事嗎 其實不一定是好事 人家會覺得說 哇塞 你又涉嫌幾個案子 把一千兩百往上加 你好像真的有事 對 然後在什麼力量還在罩著 還會在抗告 對 這很髒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你如果被壓 去義壽接的 這我們講的桃園看守所 那也很難看 一個是看你的保金 大家要再算你幾分鐘 要籌多少錢 一個是看你明天早餐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兩件事情 都不好看 真的 那說林明先生剛剛講到重點 就是院檢大鬥法 鬥成這樣 尤其從昨天這個高院裁定的理由 其實亮哥我先問 高院其實就是擺明了要壓 可是你地院還在裝傻嗎 那如果今天還壓不成的話 就剛剛大家講的 毛林他講的很對啦 因為高院出手 其實高院沒有很少在做 這個交保與否的決定 他就覺得 因為卷宗在你那邊 但是這個意思已經很明顯了 對 可是因為卷宗在地院 所以他就不想沾 而且你如果明明卷宗不在你這裡 你強做判決 人家就會覺得是上面指示 所以他就想說知識做漂亮一點 可是就是我剛剛就跟你講 這個地院換到第三個法官 這麼賺經營的真深 就是實力驚人 這個小弟立委當了十年 也是政治學畢業 到現在還在想這個道理 怎麼有辦法人脈經營的這麼深 因為他每天的營業應酬都到一兩點 對 可是司法系統真的不好經營 我也有一些司法界的朋友 可是常常會願意出來應酬的 就是那幾個 有些人是很低調的 那鄭文燦怎麼 好像每個都認識了呢 第一個正鋒的女兒 那我沒 就你運氣好嘛 第二個 對 加700 還是交保對不對 其實林濤就是秀民培 像林濤這樣秀民培的 在桃園議會是少數 桃園議會大部分是覺得說交保就好了 管你加多少 反正他這次大概就說 這個還是不要顧及社會觀感 不要四十分就抽到 對 抽兩個小時好了 所以某種程度亮哥還是覺得 他今天可以脫身就是了 這個我沒有辦法判斷 因為地院的法官 我覺得經過兩次 那這個高院一定會去慎選法官 我雖然是 我知道那個理論上是輪的 那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去小以大意 因為我知道越往上 變數越少 通常我們都是到高院 那基本上如果所謂 司法黃牛 官說 大部分都是在二省的時候發生的 那地院這個層級 坦白說 真的有一些 就是比較有自己獨立見解的 所以你就很難 很難斷 那因為你也不能夠說桃園地院 完全沒有一定的質疑的理由 第一個這個像是邱毅講的 他說他來以想像有 這個價值超過50億 57億對不對 然後你500萬還送到你家 這個有點不可思議 而且比例太小 對啦 送太少了啦 比例太小 然後不只送太少 還有場所不對 他2017已經當了三年市長 那他應該很有這種經驗了吧 再怎麼樣也要過手啊 比如說請千惠待我出面 或者不要在這個地方啊 結果你是本人出面 又在你的官邸 這個坦白講不符合 我們一般理解的必案邏輯 完全不符合 難道是你飄了嗎 我說飄了就是 可能飄還到了 客誰 因為蔡英文2016當選 不可能耶 蔡英文2016當選 真的 他是不是客誰 還有就是認為 我是在經營的我們連任 因為2018連任 事實上那年有韓國瑜旋風 照樣高票連任對不對 表示他覺得 他對他的經營也很有信心 蔡英文又當選 他是第一大工程 因為北台灣 北台灣那個時候 坦白講協助募款 協助站台都是整文材 這個實在話 所以他難道是飄了嗎 沒有 很有可能 不然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這個我要補充亮哥一個部分 因為我非常同意 就怎麼可能啦 我跟你說 你一個現任的市長 今天你先不要講 有沒有拿那個黑色袋子 你光這個集團要來喬事情 安排在關底 你的習慣就是在關底 你覺得好安全 然後呢 這一袋money 拿進關底 你不打開是什麼 然後你不知道有沒有說下 因為你不知去向 吃完飯 那個袋子憑空消失 什麼樣的狀況下 你好像掌握了一文 那個袋子 在你關底的哪一個地方 你又找到了 知道他500萬黃偽權 而且11個月後 11個月後 所以我跟你講這個袋子 長期盤在桌子底下 對 這長期盤在桌子底下 那他每一天的來的客人都不一樣 會不會踢到那個袋子嘛 所以我覺得這是 我真的肥瘦 我覺得鄭文燦真的太大型了 他大手大腳道 他根本不管了 他也不管說防火牆 什麼借地 然後或是說跟這些財團的關係 他全部都在關底辦 你看我常常聽到一件事情 這個桃園很多地方都有聽到 說關底晚上到很晚 都有聲響傳出來 就是說影業應酬的聲音 夜夜聲歌的概念 因為那個牆 他其實那邊旁邊是老城區 大家晚上雖然是商業區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他還是會聲響出來 然後車子接送 都還是在那邊暫停 常常到很晚都是 第二個我必須要講 如果鄭文燦的習慣 是在關底喬市 拿黑色袋子的話 請檢調趕快去把關底 附近的監視器全部扣下來 一秒都不能等 所有人進出來 所有進出 因為他後來是 他後來是比對說 黑色袋子拿進去 所以所有的監視全扣 這八年全扣 很有可能會被刪掉 所以我覺得這太誇張了 你真的明目瞻瞪瞪 你鄭文燦 你真的覺得你是中公太子 你沒有在這樣子的吧 那你要看以前 九子奪嫡的時候 當你是東公太子的時候 你要防二阿葛 三阿葛 四阿葛 五阿葛 你都不防欸 大手大腳 你也和我一樣愛吃米食 面食 甜點 以及手搖飲嗎 我特別了解你的煩惱 所以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級好物 就是這個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三十分鐘一次吃兩顆 吃大餐 So easy 萬萬出品的這一款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夾鏈包設計 特別嚴選了北美優質白腎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GRAS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就趕快上快點GO 為自己的健康自信與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是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因為會有額外折扣